你们老是说什么景元跟那个卡夫卡 重叠度太高 这哪里哪里高了 你看卡夫卡这么大好吧 你景元有这么大吗 性别就不一样 你什么好比的 你就可以按照自己XP来选一个抽了 景元下面大 你怎么知道景元下面大 你老实说你是为什么知道的 你小子 话别说太满 说不定我比景元更大 我是说我胆量更大一点 不要这样 我这个是纯粮的健康的 12家的频道 就被给你们这些不纯洁的搞到 搞到那些刚进来的人 就被误会了什么 卡夫卡的速度多大 多大核实 你谁啊 我要的是虚无啊 瓦尔特先生 你算什么虚无 你不是负谁吗 你歪你给我歪布洛尼亚 这倒是还好 又歪了 还真的歪了布洛尼亚 哪个地方比较显选 爱斯达拉伯斯 如果这个小号巴卡夫卡充满面的话 他以后不好意思见家长 他说我今晚没买病 他就不让我睡觉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剧情到底在哪里了 我黑塔老婆也在这里 先在老婆旁边抽卡 黑塔快点出SPR 来 小充一点钱 捕获古老梦华 隔天有短信 拒解他会更短 这个我知道 没有 其实不是我在付钱 是爱斯达在给我扫码 都是爱斯达老婆在帮我充钱 我是在白嫖 你知道吗 小号我一直都是白嫖的 都是林科 好 吃了保底 但是没坏 也许两次没坏 可以啊 我抽灵魂的时候也是没坏的 直连重新来过 出 好 三连没歪 那还可以啊 其实概率还是更好 连这三个没歪还是比较那个的 哦 你谁啊 我要的是虚无啊 瓦尔特先生 你算什么虚无 你不是负谁吗 不过十连导是无所谓啊 你歪你给我歪布隆尼亚啊 老婆妈妈 老婆妈要来了 啊 我挺好的啊 克拉拉是新new啊 这个号是没有克拉拉的 看来这个地方玄学 玄学用光了 各位 然后换一个地方 你们说下一个地方去哪里 为什么是博物馆啊 博物馆有什么那个特殊的吗 是因为那个PV吗 对 克拉拉老婆肯定是不亏的 其实我早就说了那个想歪克拉拉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风拼还是比较差 我克拉拉不行什么的 但是实际上一开始我就觉得克拉拉还是挺有潜力的 但是上不去啊 那就在这里吧 好没歪没歪就行 嗯 我怎么感觉这一次又是那种不温不火的那个平均概率的那个抽卡 这让我很受伤啊妈妈 给我 来一个 歐的呀 虽然 歪了两次倒是还好 又歪了 还真的歪了博物馆啊 而且这次歪的还挺快的 这是40连歪的 啊 是是是 这次40连歪的 那还行 而且是歪的是博物馆啊 你考虑到这一点就可以 冲 拿下了 40连 来一个不是保底的呀妈妈 50 60 好 呃 60几抽才出 那跟保底有什么区别 亏了 没有没有没有双金 放心吧 刚好 可以 对对对 才 老师还好了 就是我没有具体数自己抽了多少抽 但是应该是刚刚好平均90抽左右 就是那种600抽左右 因为我平时有丰富的课金经验嘛 所以我就知道自己 哪什么时候飞什么时候不飞是知道的 丰富的韭菜经验 哎就是啊 正常的要死 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没一点节目效果 这老米给点 给点十连五斤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是吧 有我帮你当狗托 夫妇何求 哎你们看我卡布卡的那个面板 牛不牛逼我问你们 3400的攻击力 就我我怕卡卡布卡老婆疼嘛 你给他堆了1400的 1443的防御力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他的那个 你们感觉特别厚 比普通的卡布卡还要厚 是吧 你堆的防御力堆的越多 他就越大 你知道吧 我是说他的生存 生存的能力就越大 这是一个小秘诀 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 就是啊 我就是铁血亚洲人好吧 我次次抽卡都是亚洲人 就是平均概率 我就真的很服气的 把银狼堆堆的 防御力高一点 大额锤 这怎么吹了 这不止多挺吧 好了 1.3的两个角色都拿下 星铁要把那新角色都确保了 不要这边磕一点点 那边磕一点点 因为星铁的新角色 每个角色设计都很有意思 这一点挺好的 你像原生现在抽卡有什么意思 就原生现在抽卡 你一看是不是后台 是 是不是附谁 是抽 就这样 就原生抽卡已经都落到这样了 就其他角色 就你这两个问题 如果不通过 他跳跳跳跳 就看看XP抽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星铁的 星铁的特点就在于 你好像每个角色都想抽 然后每个角色都有一定的那个发挥空间 所以就还好 你们老是说什么 景元跟卡夫卡 重叠度太高 这哪里哪里高了 你看卡夫卡这么大好吧 你景元有这么大吗 性别就不一样你什么好比的 你就可以按照自己XP来选一个抽了吗 选一个链了吗 对吧 你说你喜欢卡夫卡 你还去抽了景元 那就是你自己活该吧 然后回头又说什么 景元不如卡夫卡 就两个太接近了什么的 景元下面大 你怎么知道景元下面大 你老实说你是为什么知道的 你小子 话别说太满 说不定我比景元更大 我是说我胆量更大一点 神菌挺大的 神菌的建模有这么多细节吗 你们这家伙 不要这样 我这个是纯良的健康的12家的频道 就被给你们这些不纯洁的搞到 搞到那些刚进来的人就被误会了什么 卡夫卡的速度多大 多大合适 卡夫卡速度140 150左右吧 大毕业的话 一般来说角色大毕业都是140 150 就如果你们 你们如果有玩70级的号就知道了 一般来说130到150之间都是正常 神菌大 你是说神菌的体积大 那确实 你看你们这家伙全部都想歪了 就只有我知道 他们在说神菌的大事说他体积大 我建议大家适当的放掉一些角色 怎么突然间放了一个大招 这没有消耗 我刚刚是不是放了一个1 然后没有消耗 我是不是按了一个什么键 居然还有这种bug 因为不着急 毕竟是零颗小号 就零颗小号 你换太多的话会引起别人的误会的 就我怕大家观众会误会 我这个零颗小号换的太多这个资源的话 他们会觉得我小颗一点 就为了避免这个误会我就 比较收敛 你看我这个都还没换 是吧 可见我是多么收敛的难 没有没有大号我也就随便小颗了一点 就还好就我不会像那些资本家那样 真的好帅啊 我也想抽高达 赶快出啊 那个可能是加强版的斯瓦罗先生 搞不好斯瓦罗是女的 你们不要这样好了 不是反派不抽 星河列手还不够反派啊 你简直就像犯罪集团好吧 我发现那个星铁对反派的描写呢 就若无其事的把那个反派描写的完全不像反派 你知道吧 就星河列手他你看他明面上做了这么多坏事 但是他们这么爱就是卡夫卡这么爱主角 大家就下意识的潜意识的就不把他们当反派了 你看原神那些反派他出一个卡池就节奏滔天的 你看这个星河列手每一个人都死撞了 他现在一点屁节奏都没有 就你要你要说的话 他们做的事情还是比较比较轰动的 对反派的话就很大的很大的大军 就是你在战斗之中呢 就是如果很久时间不动的话 亭云也会催一下你的吧 他那个口气还是日配里面还有一点带一点轻蔑的感觉 我当时就觉得 诶怎么亭云催我动的时候 感觉就是不太对得上人色 我觉得可能日配的声游是早就知道他是毁灭大军的 所以才这样 理论上我们队伍里面的也是毁灭大军 是吧 其实我们自始至终都不认识亭 应该说亭云自始至终都不认识我们 我觉得星铁他这个虽然说亭云领变当了 但是给我的感觉却是比起说是悲伤 但是更多的更多的意味深长吧 亭云自始至终都不认识我们 我们跟他也没有认识过 我们认识的都是绝灭大军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绝灭大军不是盗用了盗取了那个亭云的记忆吗 但是我就在这样想 当一个人拥有其他人的记忆的时候 他还是自己嘛 我觉得在我们队伍里面这个绝灭大军 他自始至终就是亭云跟幻龙的混合体 所以在我看来自始至终就没有什么亭云领变当的这种说法 我们自始至终都不认识亭云 我们认识的就是幻龙啊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算不上什么刀子吧 反倒是挺引发我生死的 到时候幻龙说不定还会进卡车了对吧 然后队伍里面又多了一个大的 亭云他本身是存在的 因为绝灭大军是盗取了他的记忆 然后混进我们队伍里面的嘛 确实 获取别人 但是你获取别人的记忆的话 但真的能够单纯的只是看故事吗 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得到另外一个人的记忆的时候 很容易会搞不清楚自己是谁 至少在我们队伍里面的这个亭云 他是幻龙跟亭云的结合体吧 我是这么看的 到时候幻龙估计也会出SP吧 赶紧出 加大 加大出 狠狠出 对啊 幻龙肯定是做了很多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会不会挺可怜的 就是你要这样一直做这种事情的话 人能真的能保持自我吗 当然这个东西 嗯 你还有他自己有自己自原起说的办法吗 反正不是我们 我们可以说清楚的这种东西 反正就是一种猜想